欢迎金马58评审团主席黄建业 金马执委会主席李安 那是三十年前的我们 我的第一座金马奖 就是从黄老师的手上拿到的 那一座安慰奖对我的鼓励非常地大 那年四部作品让九位评审当年是天人交战 在里面我曾经特别说 电影其实是最接近真实跟梦想的 可是也因此它是最残忍 所以三十年之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我再次经历怎样的一次 可是事实上三十年过去了 里面那年的二十八届的金马 那四部作品已经是时代的经典 有没有告诉我们是哪四部 包括推手 包括婉林玉 包括库领接收人杀人事件 跟阿飞 阿飞正中 他正好也是张震的第一部 所以大家觉得如果你是评委你怎么办 好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晚上最后一个奖项 看看是什么样的作品 让诸位评审 这么头痛 这么伤脑筋 这么为难 今年最佳影片入围的有 最佳剧情片 气魂 瀑布 浊水漂流 美国女孩 月老 好 结果我们都知道了 我非常感谢十几位评委 一起共同的努力 那我也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 那既然知道结果 我就交给主席 好 谢谢诸位评审 辛苦的工作 为难你们了 你看今天 第五十八届 金马奖最佳影片 得奖的是 瀑布 是导演钟孟宏 首度挑战女性题材 透过因疫情而浮现出的母女冲突 观察现代社会与家庭 心理疾病等层面问题 贾静文王静这对母女 更是精准诠释出角色的情绪转折 最后以温柔的和解 面对的力量 成功打造出后疫情时期 最温暖而有力的电影 我刚才在颁发最佳导演的时候 屁股赢起来了 但是后来听的不是名字 不是我 我就坐下去了 那 我从来 因为我刚才看到贾静文 他们得奖的时候 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奖是 就没有在 这个台会想到校囚这个奖的 我是觉得说这个应该就是 能得到最佳女主角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福分的 但是还是很感谢评委 很感谢金马奖 这个奖可以告诉我 我应该明天还会继续拍电影 后年还会再拍电影 到后年还会再拍电影 我年年都希望能拍电影 谢谢 谢谢各位 真的要非常 谢谢每一位工作人员 因为我觉得今天真的是电影之神 有在这里 然后让每一位都发光 然后第一次跟中导合作 当然也学到很多 然后也感受到很多 那我觉得一路走来帮助中导人很多 在此也替他谢谢 也要谢谢叶如芬 那个如芬姐 然后谢谢每一位曾经在中导路上帮助过他 然后扑扑也还在上映 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支持 谢谢 看到所有的电影工作者 好像每一年只有这一天 是光鲜亮丽的 平常都是灰头土脸 身心备受煎熬 那我很高兴跟那个中导 其实我跟中导已经认识二十多年了 在学生时代就认识 然后后来从那个 那个叫什么 我为什么每次忘记 阳光普照之后呢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缘分 可以像每一部电影都合作 我们要支持很好的导演 很好的电影创作者 还有国片 希望大家都能去看看瀑布 还有其他的好电影 谢谢 大家好 我非常非常开心 就是我妈妈得奖了这样子 但是还是有点小难过啦 但是其实我有想过说 如果真的有荣幸 如果有这个荣幸可以站上来的话 我希望可以跟大家说 就是希望总有一天 这个社会可以对那些 和我们不一样的人 有多一点点的包容 多一点的理解 还有更多的爱 然后我的外甥女 五天前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希望等到她长大的时候 她可以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 谢谢 谢谢各位 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就先回去了 谢谢各位晚安 谢谢 谢谢 恭喜瀑布获得最佳剧情长片 谢谢瀑布全体剧组 也请所有贵宾稍微留步 谢谢我们李安主席 还有黄建业老师 希望各位可以满意我 今天晚上为大家服务 我想利用最后三十秒的时间 进行最后一项服务 现在有非常多优秀的华语电影 正在电影院上映当中 包括瀑布月老鬼扯 金钱男孩还有浊水漂流 以及青春试炼 今晚不管有没有得奖 每一部电影都是最优秀的 谢谢大家对金马58的支持 金马59我们明天见 拜拜 谢谢大家